记者黄良杰高雄报道,国内治安史上最大海洛英走私案,高雄急渔船有附生一号渔船在缅甸外海载运1800块,重693公斤高纯度海洛英砖,黑市价格于60亿元,高雄地院判蔡信船长判无期徒刑,其渔郭信、邱信、许信等4名船员分别遭判17至18年不等徒刑,全案仍可上诉。 被告蔡船长52岁,便称出海前对方告知是要运送K他命或甲基安非他命,直到出海后才通知说运送的毒品有改变,出海前不知竟要再运海洛英,其渔船员则便称今年2月间出海试航,蔡船长只说去钓鱼,4月间出海前改口说要运送K他命,但均未获法官采信。 判决书指出,蔡船长于去年10月间2度到澳门,在从中国珠海市搭公车前往深圳街恰自称彭鸿鸣的男子彭男开价100万元给蔡船长,要求他返台后找郭信、邱信、许信等船员参与运读,分别给船员5万至50万不等的代价。 海巡署在去年10月接获勤资,今年5月25日派出金门舰监控永复生一号渔船,在渔乌秋东南约12,屋里海域登险。 在甲板上和驾驶舱上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,毒品用碰垫包装卫装,再用渔网捆绑载运,雄前指挥海巡,警调等单位展开海上企都行动,查获黑市价近百亿元,刷新国内单一查。 继海洛因新记录,逮捕52岁蔡信船长,两名各为38岁、46岁郭信以及29岁邱信48岁许信船员等5人,均为台湾籍船员干部。 高雄地院省结,判处蔡船长无期徒刑,耻夺公权终身,其余四名台籍船员各为17至18年不等徒刑,并耻夺公权十年,全案仍可上诉。